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ypeScript 今天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联合类型 对 今天我就给您讲解一下 TS当中的联合类型 好 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什么是联合类型 我给您念一下 联合类型是指 可以包含多种类型的变量类型 比如说 咱们有个变量data 它可以是字符型 可以是数值型 可以是布尔型 可以是类型 有各种各样的类型 但是这种变量 在实际项目中并不常用 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实际项目中 一个变量 咱们最好只把它定义为一种类型 以前的GS为什么可读性差 为什么不好维护 就是因为以前的GS JavaScript 包含各种各样的类型 也就是说 以前的GS代码中的变量 就是多种类型 联合类型 其实它的代码维护性不是很好 不推荐您这么使用 但是作为一个知识点 咱们应该了解TS当中的联合类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课程 第一 联合类型的定义 第二 联合类型的使用 都该怎么做 马上看例子 首先 咱们看一下联合类型的定义 怎么定义 其实非常的简单 一个Lite 这个是以前定义变量的关键字 一定要写 其实不写也无所谓 但是我推荐您写 然后后面跟变量名 冒号 然后再跟变量的类型 以前咱们定义一个类型就结束 现在不用了 现在是定义类型之后 外面再跟一个 后面再跟一个管道符 然后定义第二个类型 再跟管道符 再定义更多的类型 这样的话 咱们Data这个变量 就赋予了后面的 所定义的所有的类型 该怎么用 马上看例子 联合类型的使用 咱们首先 先定义一个 MyData变量 没问题吧 然后冒号 后面跟上这个变量的类型 我先给一个string 没有问题吧 以前咱们定义变量的时候 定义完string之后 就结束 对吧 今天不了 今天咱们定义完string之后 接一个管道符 然后再给它其他变量的类型 其实这个比以前 GS还是好维护一些 GS是你不用定义 就直接可以赋予各种类型 但是 TS定义的类型比较严格 所以说 比以前的GS 还是有所进步 那么咱们通过这一行代码 定义了MyData 同时它具备string型和布尔型 两种类型 然后咱们给它做分别的复制 咱们马上建例子 马上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敲一个testts 然后 咱们先拷贝上类型的定义 没问题吧 然后打开一个控制器 打开一个窗口 直接编译 看报不报错 没有报错 没有问题 然后看一下生成的GS 也就是 大家去看 GS中 为什么 GS中默认的就是联合类型 所以说 它就是一个V 然后跟一个Data 好吧 关掉 然后咱们写 这个check非常的烦人 其实我特别喜欢 把这个tslink的关掉 为什么 因为它经常给我报一些 我不想看到的错误 好 然后咱们把它拷贝过来 看 咱们给这个MyData 定义了 不是定义 是负了一个值 HelloTS 没有问题吧 然后输出 注意这个地方 可是字符型 OK 然后马上编译 然后 Node 空格运行 看结果 出来了吧 HelloTS 再看一下生成的GS文件 没有问题 对吧 OK 也就是说 咱们给它赋予了一个字符型 是没有问题 而且编译运行都成功 好 再接下来 看起来就有点别扭了 怎么个别扭 咱们给它等于一个tru tru是布尔形吗 对不对 按理说是不能过 在阳格的语言当中 这行肯定就要报错 但是使用联合类型 咱们让它允许赴布尔值的话 就不报错 马上编译运行 看一下 编译 然后看一下代码 声称的结果 对吧 GS根本就不分 它就直接编译 其实不是好 这个绝对不是好习惯 为什么 因为太灵活了 好 然后咱们直接运行 出来了吧 它既能是字符型 也能是布尔形 你说方便吗 也方便 你说这个灵活也灵活 但是呢 增加代码维护的难度 这是我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再看编译错误这一行 为什么编译错误 有没有朋友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编译错误 对 咱们要给它附上一个数值型 对吧 但是咱们定义的联合类型里面 有没有数值型 没有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干脆都不让咱们编译过 直接看啊 看 都不让咱们编译过 这个就是在编译时 发现代码错误的好处 对吧 这个呢 我是推荐给您使用 真的 我就推荐给您 不要再用GS 用TS 就完全可以解决 咱们以前GS中 没法解决的问题 非常的好 OK 那么有朋友说了 我还想给它赋予一个数值型 该怎么做 这也很简单 只要咱们在管道符 这个地方 再给它加上一个number 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就过了 对不对 再编译 就可以使用 其实GS看起来很灵活 但是增加咱们出bug的几率 所以说 咱们应该在定义变量时 严格指定咱们使用的类型 而且我不推荐您使用联合类型 作为一个知识点 只要了解今天咱们课程的知识 就可以了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关于联合类型的定义 以及给您的讲解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我的课件呢 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优酷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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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